委任律师胡元龙16号萨武直奔台北看守所 除了绿建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签名 我们要补签名状况怎么样 律师申请停压 但停压状当事被告没签名 北院成审法官就无法做出裁定 而不止沈庆金要补足签证 法官还会发函给检察官表示意见 另外也会询问看守所和医劳院所意见 只是检察官怎么可能同意放人 主席身体有好无言光 挂着尿袋坐在轮椅上遭北检提讯 沈庆金被检方证为是金华城边最大受益人 一次图力超过200亿元 但从8月30号收押以来 两度提讯却始终没有交代清楚 金流区向反而打打健康牌 5号沈庆金全身抽搐被介乎送医 13号又因上吐下泄送医 两次状况不同 加上据传他频频提出就医需求 北索医生要替他诊断时 他还反强对方不会看 种种状况可能都会影响法官认定 是否构成交保程度的理由 他今天情况真的不太好 就比上一次 他是另外的状况 他现在状况很多每次都不一 高龄77岁的沈庆金在看守所内 身体状况频频烂红灯 到底有多不好 就看后续法官要不要提讯亲眼确诊 或是直接做出彩定 金新闻综合不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灰